这位网友叫元气 元哥你觉得你和爷爷谁比较可爱 看到这张图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一张图 其实我跟我爷爷长挺像的 还蛮可爱 但是其实我说不了谁可爱 但是我小时候 就是这张图的时候 大概这个年纪的时候 变出爷奶的带物 所以还蛮有意思 所以会叫张小如 然后一个海王的叉子 请问王源同学分别形容一下 重庆的冬天 北京的冬天和波士顿的冬天 穿秋裤了吗 太刚了 就是我是从来不穿秋裤的 除了去滑雪的时候 重庆的冬天就是一个 怎么说 重庆的冬天感觉就是像 你刚刚洗完澡 出来的时候 然后不要裹预警 就很冷 然后北京的冬天就是 感觉把你放到一个冰窟窿里 然后把你吊起来放到八级大宽 我帮你 就是这样 原哥怎么那么瘦 我在国外都 哦 忘了叫他的名字 他叫小汤有缘 原哥怎么那么瘦 在国外都吃什么呀 会经常自己做饭吗 有些什么新菜吗 就是我也想长胖啊 其实我吃的不少 但是就是 在国外吃什么 就是吃 其实也会吃中餐 但是比较多还是什么汉堡啊 什么 对 我以前自己做饭 然后因为洗碗和前面准备太麻烦了 我就服做了 我就服做了 他叫1027号选手 选手 想问问原哥在国外不上课时是怎么度过的 会选择一个人去河边溜溜湾发呆 还是和朋友一起打篮球呢 不上课的时候 有时候会 真的会鼓刀鼓刀音乐 有时候去跟朋友打打篮球 但我不去河边溜湾 因为太冷了 亲亲 想问原哥第一天 第一次在国外过生日 心情有什么不同 生日那天有什么感动的事呢 其实偷偷告诉你 我也有在国内为你庆生哦 那天 其实我妈妈去 去波士顿看我了 然后也有几个朋友在我家里 我们一起做了饭吃 然后也 那天我大概收到了四个蛋糕 就一直放着 放了好久都放坏了 就没吃完